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单侠缝绕色的光层差的计算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单侠缝在实验上的装置 那这边这个是我们的单侠缝 那侠缝的缝宽我们给它的符号是小写的B 那侠缝到屏幕之间的距离呢 我们符号给它是R 在这个装置上的话 首先我们会让它达成这样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让这个狭缝到屏幕之间的距离 这个R让它远大于狭缝的缝宽 那这样的话我从这个狭缝射出去的光线 就都可以把它近视为平行光来做看待 为什么 你看如果我们画实际的图的话 我这个B很小很小 我今天要射到这个屏幕上 好吧那我的光线从这里出发 从这边出发我射到屏幕上 从这边出发我射到屏幕上 最后这两条光线要交汇 你看我这个狭缝到屏幕之间的距离 这个R如果很大 然后这个B很小 这两条光线是不是就可以近视为平行光 那这个是我们的实验的装置的第一个条件 那再来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我这个狭缝的宽度 通常这个狭缝的宽度应该要大于入射光的波长 而且呢它通常的它们的倍率大小 这个单狭缝的缝宽 大致上会是10的-4次方到10的-5次方公尺 那我们的入射光光线的话是可见光嘛 所以大概是数千个I 所以就是约略是10的-7次方公尺 所以它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我这个缝宽一般而言 它都会是入射光波长的 大概是100到1000倍左右 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我要去算它的光层差的话 这边我们刚才看我们看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要算的是它的最大光层差 而这个最大光层差又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来讨论 这是个单狭缝 那单狭缝的光线呢 从这边射出去我要射到墙壁上 它跟双狭缝不同的地方是 双狭缝是这样子嘛 我这里有个缝 这里有个缝 这边有两个狭缝 光线射到墙壁上之后 我的光线会从这里跟这里射出来 对不对 那我只要比较这两条就好了 可是对单狭缝来讲 它是不一样的 对单狭缝而言的话 你看单狭缝我光线 这边可以射出去嘛 这里也可以射出去 这里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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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整个区域都可以射出光线的 那你说真的要去比较光线差的话 那我请问你 你是要比较这一条跟这条 还是这一条跟这一条 又或者是这一条跟这一条 是不是无从比较 因为无限多组可以让你比嘛 OK 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这样一一去做比较 那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在下个单元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方便计算跟讨论 为了方便计算以及讨论的话 我们会去找最大光层差 而这个最大光层差它的意思呢就是 狭缝两端到屏幕上的光层差 这样子你看 我今天看光线这整个单小缝里面都会射出光线 那我们只看最边边这一条 这样射过来 射到屏幕上某个点 然后这边射过来 好射到屏幕上某个点 那你看 我这两条光线它们两段的长度 是不是在这整个区域里面 你可以找到认两条它们差异值是最大的 OK 所以最大光层差其实就是狭缝两端的这一点跟这点 它们分别射出来的光线之间的差异了 那这两条光线它们之间的光层差会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刚才装置的第一点 我们说因为这个R呢 我们通常会让它远大于B 那当我的R远大于B的时候 我的狭缝射出来的光线都可以近视为平行光 所以黄色这两条线可以把它当做平行光来看待 那既然可以以平行光来看待的话 数学上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找出一条线 来我是不是就可以找出一条线 跟它们两者都是互相垂直的 可以吗 那当然今天因为我的狭缝到墙壁之间的这个R 没有真正远大于我的狭缝宽B 因为没有真正这么大 所以你看起来当然不是这样 不过理智上应该告诉你说 我现在已经可以当做平行光了 所以可以画出一条线 让它们彼此是拉一条辅助线 跟这两条黄线是互相垂直的 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看光层差在哪里 光层差叫做多走的距离 所以上面这条光线走过来 跟下面这条光线走过来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说 这个点到这个点所走的距离 会等于这个点到这个点所走的距离 可以吧 因为它是个等腰三角形 近视于等腰三角形 所以我上面的这一段 这一段是不是就你的光层差了 而且是这个区域射出来光线的最大光层差 我们符号给它DELTA MIXBOX 那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你看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这一个狭缝它自己的缝宽 在这边 这个缝宽是B 那你看这里有个直角三角形 如果我知道这个角度 它的大小是CTA的话 我的最大光层差是不是就找出来了 是不是就等于B乘以SINECTA 对不对 原则上到这边 我们应该就要完成 我要找最大光层差的这一件事情了 我可以用B乘以SINECTA来结束我的工作 可是有个问题在 这个CTA它很小 你要怎么量 你是量不到 所以在数学上呢 或者说在几何上呢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去给它换掉 你看我拉一条辅助线 从这个中央 这样拉出来 拉这条蓝色的辅助线 那你看 如果说我这条辅助线跟中垂线之间的夹角是CTA的话 我会告诉你说 应该说 我会告诉你说 这个CTA角其实就是这条辅助线跟中垂线之间的夹角CTA 为什么 我们看 这里有直角三角形吗 这边 这边有个直角三角形 因为 这条绿线是跟黄线垂直 当然也跟这条辅助线垂直 所以我这里是CTA 这里90度的话 这个角度 是不是就90度 减CTA 好啊 那这里既然90度减CTA的话 这里有个直角 中垂线跟这条B 这里有个直角 我这个角是90减CTA 那这个角当然就是CTA OK 所以 我这个SINECTA的CTA值 可以用这条辅助线跟中垂线之间的夹角来取代 那至于这个CTA的大小到底多大 你看 我们在找这个光层线 它到底是要为了什么事情 是为了判断 待会它会是完全相涨 或者是完全相消吗 对不对 那要判断它是完全相涨或完全相消的话 这个光层线的大小是不是可能会是整数倍波长 或者是呢半整数倍的波长 对不对 那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值出现 那你看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装置的时候 我说这个霞凤的凤宽 跟这个入色光的波长 它们大概差100倍到1000倍 那你看 这个B值跟烂打差100到1000倍 是不是代表什么 这个CTA值会很小 可以吧 所以因为有这个条件 因为这个条件存在 因为我的B 它是大于烂打 而且约略数百到数千倍 所以我可以知道 这个CTA值 它是会趋近于0的 那这个CTA值 如果趋近于0的话 数学上 你就可以有这个条件 我的Size值 就可以约略等于tang值 对不对 好 那Size值可以约略等于tang值的话 我这边就可以再把它 做一下转换 因为CTA值我根本就量不到 所以我可以把它换成什么 最大光层差 可以约略等于B乘上 这个tang值 那tang值就好算 tang值可以直接拿尺量的 中垂线 狭缝到屏幕的距离这一段 来tang叫做0边分之对边 所以狭缝到屏幕的这段距离 这个是R 那对边就是 我所要测的这个点 我未来是要测这个点 是亮还是暗 对不对 亮文还是暗文 所以这个点跟中央 中垂线的距离 这个Y 我的tang值是不是就0边分之对边 可以用这个来取代掉 所以最后我们就会说 你的单狭缝在绕色的时候 最大光层差 我们可以约略用 B乘上R分之Y来做取代 而且它也好算 因为B题目会给 那R是狭缝到墙壁的距离 你可以自己量 那这个Y 看你想要测哪点 如果你测这个点 你的Y就更大一些 OK OK B题目会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